风险评估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在这一部分呢 由于我们今年教材根据修订的准则做了改编 它肯定是作为重点考核的 另外这一部分的内容 它还涉及到什么 它涉及到综合体里面的考核 所以我们在习题的后面会安排一道综合体 怎么样去做风险评估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与风险评估相关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的一些概念 一些要求 下列关于风险评估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注册会计应当运用职业判断 确定是否需要了解背景单位这些环境等方面情况的程度 有很多同学就看这个选项A 就直接就认为说 了解背景单位这些环境等方面情况 那是必须的 那不需要运用职业判断 那你的理解是对的 现在还是了解的程度 需要注册官司职业判断 这是你了解到什么程度 了解到什么程度 是吧 这个是需要职业判断的 所以这个呢 A选项呢 他是正确的啊 我们看 B 了解背景单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 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的始终 这也是对的吧 那你我们有的题目里面说了解背景单位机器环境 等方面情况是在审计计划阶段进行了解 那就不对了啊 我们在整个审计过程中都在了解背景单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 都在做风险评估也可以说风险评估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 风险评估过程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也可以 风险评估程序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 我们看选项C 注册官司应当了解背景单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 以充分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重大挫暴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了解背景单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它的目的 来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重大挫暴风险 包括我们后面的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这个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重大挫暴风险 包括报表层次的和认定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 我们看选项D 注册官司对背景单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了解的程度 要高于管理层需要了解的程度 那注册官司了解背景单位机器环境 它主要是为了识别和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它是为了审计 而管理层它是为了什么 为了管理的需要 来了解背景单位机器环境 所以呢 管理层它要 它的了解程度呢 要更全面一些 所以这个表述的 它是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解析 注册官司应当运用职业判断 确定需要了解的程度 评价背景单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 了解的程度是否恰当 关键看注册官司获得了解 是否足以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层次 和论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和涉及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提供依据 就是说你了解 这个程度 你要根据自己的职业判断 你能不能识别出 这个报表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和论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以及为设计 进一步实际程序提供依据 如果足以为之提供依据 那么了解的程度就是恰当的 当然要求注册官司被行为 机械环境等方面情况的了解程度 要低于管理层为经营管理企业 而被行为机械环境等方面情况 这个需要了解的程度 也就是管理层 他要了解的程度 他要更全面 我们只是为了审计的需要 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 来了解这个包括他什么 了解他自己的经营环境 了解他的什么 相关的内部控制 他自己也要做相关的这个风险评估 他要了解的程度呢 要更高一些 那再看这道单选题 关于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作用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风险评估有助于注册管理 确定重要性水平 并随着审计工作的进程的评估 对重要性水平的判断是否仍然实断 你如果对背景单位都不了解 你不了解背景单位这些环境 你对他规模都不清楚 你怎么来确定 他的重要性水平呢 你说这个整个企业规模是一个亿啊 营业收入是一个亿的和营业收入是50个亿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他重要性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前面讲过重要性水平 他随着我们情况的变化 我们在计划阶段确定的重要性水平 那随着我们审计工作进程的进程 那我们发现新的情况 那重要性水平他可能要做变更 我们在评估审计结果的时候 在行政审计意见的时候 我们呢可能要修改计划阶段的重要性水平 所以呢这个A的选项呢 他是正确的 风险评估有助于注册关系识别 需要特别考虑的领域 比如关联房交易 你这就是呢 我们这个特别是有一些特别风险 特别考虑的领域 对于特别考虑的风险就要特别风险 这是我们只有了解背景量位 才能知道有需要特别考虑的领域 了解背景量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 是必要的程序 风险评估程序是必须的程序 注册关系通过了解背景量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 以识别和评估论定层次的重大作法风险 以识别和评估什么 我们了解背景量位机器环境 以就是他的目的 识别和评估什么 只是你说背景量位重大作法风险也可以 但是你说只有认定层次重大作法风险那不对 那还有什么 报表层次重大作法风险 所以注册关系通过了解背景量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 识别和评估重大作法风险 包括什么 报表层次的和认定层次的重大作法风险 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实施风险评估 就是说风险识别和评估 为下列关键环节的职业判断提供重要基础 第一个就是确定重要性水平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A选项 第二考虑会计政策选择和运用是否恰当 以及财务外表列爆是否恰当 你如果对背景量位不了解 你怎么知道他的折旧政策是运用恰当的 你知道他的上一年的折旧政策 还今年的折旧政策有没有发生变化呀 你要了解背景量位吧 识别与财务外表中金额和披露相关的 需要特别考虑的领域 刚才讲了啊 包括什么观念放交易呀 包括你持续性假设的这个合理性呢 你只有这个了解之后你才能做出判断 确定在实施分析程序时使用的预期值 我们这个你能不能采用 实施分析程序你如果对背景量不了解 你怎么知道这个业务 假设你不知道他的我们假设 我可以通过他的原材料消耗量 来计算他的什么生产的产品 你如果不了解你知道哈 一公斤原材料生产多少产品 你算出他的整个生产的根据原材料消耗量 来算出他的产品的数量吗 这是在了解的技术上 我们只有了解才能识别风险评估之后 才能设计和实施进一步程序 以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 才能够评价你所获取的证据的充分性 实当性 当然注册官司的预期可能随着获得的新的信息的发生变化 你现在你的这个风险评估你预期他是什么是比较低的 但是随着你的 审计 你可能发现很多挫暴 有新的信息 那你就不能认为他的重大挫暴风险很低了 了解背景单位这些环境 适用的才能和编制基础和内部控制体系的各要素 是一个连续和动态的收集更新与分析的过程 所以呢 他有一定有什么 是他包括更新和分析信息的一个过程 所以风险评估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的始终 这里有一句话是今年教材新增的一句话 大家注意一下 注册会计师的预期可能随着获得的新的信息发生变化 这就是讲的是什么 你原来可能预期这个内部控制 你初不了解的时候 可能认为这个内部控制 他是有效执行的 或者你认为这个业务重大挫暴风险不是太高 那随着新的信息 随着你发现了挫暴 那你对他的看法就可能会发生变化 是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呢 这句话呢 我们新的一句话呢 大家注意一下 注册会计的预期可能随着获得的 可获得的新的信息而发生变化 我们再看这一道多选题 下列有关项目组内部讨论的说法 不正确的有 项目组应当根据审计的具体情况 持续交换有关备刑单位 财务报表发生的重大挫暴的可能性信息 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组讨论的目的之一 项目组应当讨论 背景那位所面临的经营风险 固有风险的因素 是如何来影响各类交易账户预告和披露 抑郁发生挫暴的可能性的 以及财务报表 抑郁发生重大挫暴的方式和领域 这也是我们讨论的主要内容 参与讨论的能源的范围 受项目组成员职责经验 职责经验和信息需要的影响 就说你参与讨论的人员 你如果是关键成员 那你的职责你肯定要负责某一个项目 包括你的经验 或我们这一次所需要获取的信息 来确定参加的人员 外部专家等非项目组成员 不能参与讨论 这就不对了 我们在这个讨论时候需要用到一些特殊的技能 那就可能会需要外部专家参与这个讨论 他给你提供建议 或者是什么 他在你去聘责他的过程中 他可能发现某些问题可能与你们这个会计错报有关 他可能是为什么也会提供这样的信息 或者他从他的角度专业角度去怎么了 你可能认为有舞弊的地方 他只他从他专业角度怎么样去从信息系统内部 假设计算机专家从信息系统内部跟你提供证据 所以呢这可以参加讨讨论啊 内部专家外部专家都可以参与讨论啊 就是根据需要 所以呢你说外部专家他不是项目组成员 不能参与讨论 那是不对的啊 那是不对的 对无法参加项目组内部讨论的关键成员 我们说关键成员应该参与讨论 应当由项目组其他成员选取相关事项向其通报 你没有参加的话应当有什么 由项目合伙人来确定通报的事项 不能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来选取相关事项 应该由项目合伙人来确定 这个也是我们在考试里面好的一个比较 相当于项目组讨论的内容量稍微有一点偏的一个考点啊 所以这一点的大家注意 就是 如果项目组需要拥有信息技术和其他特殊技能的专家 这不管是事务所内部还是外部的啊 在项目组讨论时 这些专家可根据需要参与讨论 我们这里呢稍微提一下 事务所内部专家他一般是项目组成员 外部专家他不是项目组 不作为项目组成员啊 这是在作为项目组成员的时候 你要这个看他是不是项目组成员 这是要注意的啊 虽然外部专家的工作底稿 他也不是什么 他的工作底稿一般属于外部专家 一般属于外部专家 这是大家注意的啊 我们前面讲工作底稿的时候 可能涉及到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再看 对于没有参加会议的关键成员 应该有项目合伙人确定通报的内容 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项目合伙人来确定 我们看这一道了解背景量外机器环境 等方面情况的这道单选题啊 了解的三个方面中既有外部因素的也有内部因素的是 A背形来为内部控制体系的各要助 这里看他就是背形来为内部 所以这里面只有内部因素啊 只有内部因素 是吧 财务业绩的衡量标准 这个呢 有内部的衡量标准 也有外部的一个考核标准 所以呢这个内外都有啊 这个内外都有 使用了财务和编制基础 会计政策以及啊 变更会计政策的原因 这就是一个内部因素啊 这是内部因素 是吧 行业情况 行业状况 法律环境 监管环境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外部因素 所以呢 既有内部因素 也有外部因素的是选项B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了解背形来外机器环境的三个方面情况 哪些属于内部的因素 哪些是外部因素 首先我们说三个方面情况是 第一了解背形来外机器环境 第二适用了财务和编制基础 会计政策以及变更会计政策的原因 第三背形来外内部控制体系各要素 你看这两个它属于什么 内部因素 那么背形来外机器环境啊 不仅有背形来外机器单位 还有它的环境 环境更多的是什么 是外部因素 你看组织结构 所有权结构 治理结构 业务模式 就这里采用什么样的业务模式 假设啊 信息系统销售 电商销售啊 啊 还是我们的直销啊 等等啊 这是这是他自己的经营的模式 业务的模式 这属于内部因素 而行业形式法律环境监管行业其他这其他外部因素 这明显是外部因素 另外呢 财务业绩的衡量 标准包括内部和外部使用的衡量标准 所以他既有内部因素 也有外部因素 这是呢 大家注意的啊 你看啊 外部因素只有这么两个啊 我这里 就跟你说了 如果要你做选择题 外部因素啊 只有这么两个 行业形式法律环境 监管环境 和其他外部因素 那么财务业绩的衡量标准 既可能有内部因素 也可以有外部因素 所以我们有的题目 他可能要你选外部因素的 有外部因素的是什么 这三个方面的啊 他是相互关联的 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啊 我们了解的时候啊 因为贝斯拉维机器环境 你看业务模式 可能影响到你的什么 会计政策 也影响到你的相应的 这个内部控制 所以他都是相互影响的 我们下一道题 就可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下列了解 贝斯拉维机器环境的方面 情况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了解贝斯拉维机器环境的方面情况的三个方面各自独立 互不影响对不对啊 那就不对了 刚才说了 那是可能相互影响的 所有的经营风险都会导致重大挫暴风险 注册官司有责任识别和应对这些风险 不是所有的经营风险都会导致重大挫暴风险都 这导致重大挫暴风险都会导致财务报表 虽然重大挫暴吗 我们可说经营风险通常会导致重大挫暴风险 但是不是所有的经营风险都会导致重大挫暴风险 所以注册官司他是没有责任去识别和应对这些 所有的这个经营风险的 C在了解背景让外机器 在了解背景让外财务业绩衡量和评价情况时 注册官司应当关注与竞争对手的业绩比较 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什么 竞争对手的这个业绩比较情况 这也是什么 这是对的吗 在了解背景让外业务模式时 包括了解与背景让外相关的生产技术的发展 这个你看相关产品的 他技术发展情况 他实际上属于什么 一种行业环境这方面的情况 所以他不属于业务的模式 业务模式你就说 你采用什么样的这个经营模式 业务模式 当然这也与你的开发 你说我要开发新的产品 那是你讲的是什么 你是在单位里面的这个 这个你的新产品的开发 采用新产品来促进销售等等 那是你的业务模式 但是你这里说了解 背景让外产品相关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情况 这是发展情况 不是在经营情况 虽然他属于一种环境 所以这个呢 他什么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那我们来看 了解背景让外机器环境的方面 情况各个方面都会相互影响 并非所有的经营风险都会导致重大挫暴风险 注册关注没有责任去了解和识别所有的经营风险 是没有责任去了解和识别所有的经营风险的 在了解背景让外行业形势时 包括了解与背景让外产品相关的生产技术的发展 你看那技术的发展 这是他的一种环境外部环境 我们呢跟大家补充一些这个内容 就是经营风险的啊 经营风险比财务外表重大挫暴风险方位更广 也就是说啊 这个经营风险呢 它是方位影响更广 它不仅仅引起财务外表出现重大挫暴 所以了解影响财务外表经营风险 我们是了解影响财务外表的经营风险 有助于注册关识别重大挫暴风险 我们是了解影响财务外表的经营风险 来识别重大挫暴风险 尽管多数的经营风险最终都会导致财务后果 从而影响财务外表 但并非所有的经营风险都会导致重大挫暴风险 这里说了啊 并非所有的经营风险都会导致重大挫暴风险 另外我们要说业务模式不同 因此产生的经营风险也存在差异 你不同的 你假设你的 业务模式一个直销模式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在网络销售 他们产生的经营风险是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啊 注册关系并非需要了解背景单位 业务模式的所有方面 这里面教材里面说了这句话啊 那你都是要考虑什么 你业务模式也会影响了经营风险啊 也会影响了经营风险 我们不是说你有的可能是 可能是对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会计财务财务财务报表 对财务报表不会产生影响的 这业务模式他可能是什么 也不需要了解 所以我们并非了解 你记住并非了解 这是教材里面原文的啊 今天教材新加的内容 注册关系并非了解背景 那位业务模式的所有方面 注册关系也没有责任去了解和识别 所有的经营风险 而管理层他是有责任 那识别和应对这些风险的 所以我们前面说注册会计师 对背景那位机器环节等方面情况的了解程度 要低于管理层 为经营管理企业而需要了解程度 你说管理层他要不了了解他的各种经营模式 各个方面他要都要他都要都要了解吧 并且他要什么 来识别所有的经营风险吗 但是我们注册关系师呢 他是没有责任来识别 来了解所有的业务模式的各个方面 业务模式所有的方面 也没有责任去了解识别所有的经营风险 向你了解背景那位机器环节等方面情况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了解背景那位机器环境 和适用的财务和编制基础 有助于注册和识别 可能导致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的 披露的论定 易于发生挫暴的固有风险因素 固有风险因素实际上什么叫做固有风险因素啊 这是我们今天教材新的一个概念 固有风险因素实际上就是 他的发生 挫露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啊 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有这个啊 固有不确立心拉主观心拉等等 这是发生的原因是吧 发生原因所以这个啊 我们只有了解背景那位 机器环境之后我们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识别这些固有风险因素 了解背景那位经营活动 有助于注册官司了解 影响财务报告的重要会计政策 交易和事项 这个肯定啊 你了解了经营活动 你才知道他的什么 他的会计政策是否运营得到 他的交易和事项是怎么来影响财务报告的 了解背景那位的投资活动 有助于注册官司 关注背景那位 在经营策略和方向上面的重大变化 这也是对的吧 了解背景那位筹字活动 有助于注册官司评估背景那位 在融资方面的存在的压力 以及持续经营的能力 这是我把教材里面 几个了解背景那位机器环境 等方面情况呢 他的有助于几个有助于啊 跟你呢 还归纳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多选题呢 实际上是跟你把这个 这个表述归纳在这一个题目里面 多看一看啊 ABCD都是正确的 在对背景那位机器环境等方面情况 进行了解时 下列途径 可以为注册会提供相关信息的有 我们采用实际上就是你怎么来了解背景那位机器环境 我们是有我们了解背景那位机器环境是询问观察 检查 还有分析程序 这是了解背景那位机器环境的一些方法 我们来看可以询问背景那位聘请了外部法律顾问来了解相关信息 可以阅读民间组织机构发布的行业报告 可以询问参与深层处理记录复杂和异常交易的员工 要了解这个业务流程实际查看背景那位机器环境和设备 这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一种检查程序 所以这都属于什么 都可以来了解背景那位机器环境 注册官司可以通过询问观察检查和分析程序 从背景那位内部和外部来获取信息 获取信息来识别和评估重大出发风险 我们通过什么程序啊 这是风险评估程序询问观察检查分析程序 把这四个程序要知道 我们的风险评估 他的信息既来源于背景那位内部也来源于背景那位外部 我们刚才这个 阅读民间组织发布的行业报告 这是来源于背景那位的什么 他的外部 所以选项AB通过询问和检查从背景那位外部来获取信息 你询问背景那位聘请了外部的法律顾问 这个这是询问 这是什么 检查检查就是 啊 阅读啊 检查书面资料 啊 检查实物资产 这也是检查实力查看也是检查 不是观察啊 观察是观察人的活动 那注册官司 通过询问观察检查和分析程序 从背景那位 内部和外部来获取信息来识别和评估重大财报风险 询问观察检查分析程序 这四个程序就是我们讲的风险评估程序 那风险评估程序 用这些风险评估程序 来了解背景那位 从背景那位的内部和外部来获取信息 最终呢 我们是来识别和评估重大财报风险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选项A 他是询问 那询问背景那位外部的法律顾问 啊 阅读民间组织发布的行业报告 这是从外部来获取相关的信息 通过询问 啊 通过 阅读 阅读就是 他才能检查 书面资料 啊 这样的一个程序 要检查 啊 书面资料程序 从背审计单位 啊 外部来获取信息 而选项C呢 他是同吗 他是询问的是 参与处理和记录复杂 和异常 交易的员工 他是询 他是询问的什么 是 背审计单位 啊 他的 除管理师之外的 其他人员来获取信息 当然我们也可以询问 管理层来获取 其他信息 来获取相关信息 那选项D呢 他是检查 他是什么 他是观察 生产经营场所和厂方设备 啊 他就主要看这个厂方设备是否存在呀 啊 这是检查实物资产 如果是观察 如果是观察的话 他是观察 生产经营活动 观察人的活动 啊 他是查看 我们说这个查看 背室那位经营场所 和厂方设备 这主要是看这个厂方设备 它是否存在呀 啊 然后什么 他的 使用情况怎么样啊 他有没有闲置啊 要不要提 这个 减职啊 等等 来了解有关这些固定资产的 他的一些 也相关资产的存在呀 他的这个 计价和分的期末的计价和分摊呢 这些相关的信息 这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检查的程序 可以观察了生产经营活动 这些都来了解背景那位 他的什么 机器环境 我们要知道这四个 啊 风险评估程序 他的含义 这是 他的名称和含义 这是要你记住的 我们再看这一道单选题 注册关系应当了解 背景那位 在按照适用的财务 和编织基础 编织财务 时 固有风险因素 是如何影响各项 论地 予以发生 挫暴的可能性的 啊 什么叫做固有风险因素啊 实际上就是 产生 固有风险的 这些 他的 原因是什么 啊他的原因是什么 啊我们来看看 固有风险因素包括哪一些 这道题呢他选的固有因素不包括哪一些 那 比较复杂的 他容易发生 复杂性 容易发生 挫暴的可能性 在变化 你经营的模式发生变化呀 啊 你的 生产经营情况发生变化呀 你的可能 会计政策 就可能 他要跟着变更 你可能就没有跟着变更 所以呢 他也会 造成抑郁发生挫暴的可能性 在重大性 那重大性他 并不表明他就一定会发生挫暴 所以呢 这个选项谁呢 不属于 固有风险因素啊 那 再看呢 其他因素 又影响固有风险的 管理层偏向 有管理层偏向 或者其他 5b 因素 而导致抑郁发生 挫暴的其他因素 实际上 这里是什么 就是 有可能 他发生挫暴可能性 有可能是 有管理层偏向 和其他5b 的一些 啊 因素 就可能导致这个 挫暴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呢 这个呢 他是 属于其他因素 是包括在里面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固有风险因素 包括什么啊 固有风险因素 可能是定性的 也是定量的 包括 复杂性 啊 就是复杂的 越不越复杂 他 容易发生 这个错报 主观性 包括不确定性 这两个他是经常在一块的 主观性 不确定性 以及 变化 他发生了变化 那我们呢 也 可能呢 这个原来会计处理 一战 以往的情形在处理 还有又影响固有风险的管理层偏向 或者其他 补币风险因素 导致的 易于发生 错吧的 其他因素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 复杂性 主观性变化 不确定性 和其他 因素 其他因素 是吧 实际上呢 我们看啊 这个复杂性 主观性变化 和不确定性 与这个业务 是直接相关的 他容易 本身这个业务他就容易发生什么 他的 这个 错吧的可能性 而这个 其他因素 更多的是 属于管理层 他主观性影响的 啊 这里面呢 可能有一定的客观性 当然的这里面也包括主观性啊 在里面 啊这里面 假设这是对事 这些个对人 啊 应该来说 啊 这对人 可以更多的对人 特别是管理层的这种某种偏向 和其他舞弊风险因素 所以呢我们要把固有风险因素呢 这 五个方面把它记住啊 复杂性 主观性变化 不确定性 还有其他 这是呢 五个因素 我们要 了解 我们再看了解内部控制 下列 内部控制要素中的控制 主要属于直接控制的有 我们内部控制要素是五个要素啊 内部环境 信息系统与沟通 风险评估 内部监督还有一个控制活动 这五个要素里面属于直接控制的是什么 说 信息系统与沟通 和控制活动 什么叫直接控制呢 他就是 与更多的与 业务流程相关 更多的是什么影响到是 认定层次重大错保风险 而 间接与直接控制相对应的间接控制 内部环境呢 风险评估 内部监督属于间接控制 他更多的影响的是 报表层次 报表层次重大错保风险 所以我们在评估 重大错保风险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针对控制 我们先要区分他是直接控制 还是间接控制 这里面 属于直接控制的 就是信息系统与沟通 那么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和内部监督属于 间接控制 直接控制 间接控制 是指 针对 房子发现和纠正 认定层次重大错保风险 分别产生 的是直接影响 和间接影响 我们刚才说了 信息系统与沟通 和控制活动 要求中的 控制 主要为 直接控制 这里面 我们的教程里面表输 主要为直接控制 这是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内部监督中的控制 主要为 主要是 间接控制 这是大家 注意的 当然我们当然可以理解 内部 环境 风险评估 内部监督 他是什么 他是间接控制 可以这样去理解 但是你要注意 他中间 有一个什么 主要 我们后面看到 也可以说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内部监督 主要影响 通常影响的是 报表层次 重大措法污染 你不能认为他只影响 报表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 我们在这个后面的题目里面 会多次提到 由于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内部监督 是被谁让位 内部控制体系的基础 其运行中的任何缺陷 都可能对财务报表 编制产生广泛影响 所以他是 通过影响到什么 直接控制 影响 来影响认定的啊 因此注册官司对这些要素的了解和评估 和评价 更有可能影响其对财务报表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的识别 和评估 也可能影响 对认定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的识别 和评估 看到没有 这里说 也可能影响啊 更有可能 你看 更有可能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间接控制啊 就是间接控制 内部 环境 风险评估 内部监督 啊 他是更有可能影响 对财务报表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的识别 和评估 也有可能 看到没有 这里是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影响是对认定层次的识别 和评估 这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 要注意啊 如果做题的时候说 这个 间接控制 只影响 只会影响什么 认定层次 中大措法风险 对不对 那不对 我们这里 都说了 主要 他是主要为什么 这个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内部监督 主要是间接控制 就这样一个含义 就是这个含义 也说 这些 间接控制 他可能什么 也可能会 影响对认定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的识别 和评估 注册官司了解 背景单位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和内部控制 内部监督的要素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间接控制 更有可能 影响 财务报表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的识别 和评估 看到没有 他也可能影响到什么 认定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的评估 所以这里写的 更有可能 而注册官司了解 背景单位的 信息系统 与沟通 以及控制活动要素 更有可能 影响 认定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的 识别和评估 这就是我们的 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 他对 报表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 的识别和评估 和认定层次 重大措法风险的 识别和评估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这样一道 单选题 在财务报表审计中 注册官司没有义务 实施的审计程序 是什么 查找背景单位 内部控制 运行中的 所有值得 关注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注册官司 之所以了解 内部控制 他是 为了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并不是对内部控制发表意见 我们不是说审计专门去找背景单位 内部控制运行中所有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可能 在审计过程中 我们可能 会 识别出 还有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并不是我们专门去找 所以这个呢他是 表述是错误的 了解背景单位机器环境 等方面 这是 一定是吗 这是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做的 实施审计程序 以了解背景单位 内部控制设计 了解背景单位 了解内部控制 这是必须要做的 了解背景单位机器环境 包括了解内部控制 是必须实施程序 那了解的时候 我们要 实施川性测试 以确定背景单位相关控制活动 是否得到执行 了解设计 是否得到执行 也是了解内部控制 所以呢 BCD呢 他是 必须做的 A呢 他是没有义务来实施的 这个程序 注册关注目的 不是查找背景单位内部控制运行中 所有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财务外表审计并不是 内部控制审计业务 对内部控制的了解和评价 是为 是为了财务外表审计 而进行的 所以在财务外表审计中 检查和发现的 内部控制运行中 所有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并不属于注册款式的义务 下列有关内部环境的说法中 错不得是 在业务承接阶段 在审计业务承接阶段 注册管制就需要对内部环境做出 初步的了解和评价 这是你在 在成绩业务的时候就跟 这个背景单位的 治理层管理层呢 在交谈的时候你就 可能呢 会 了解到管理层的他经营的理念啊等等啊 这些啊 就是 他是否诚信了 这是他内部环境 我们做出初不了解和评价 这是对的吗 有效的内部控制本身可以防止 发现 并纠正 各类交易账户 余额和 披露认定层次的重大出发风险 他本身可以吗 本身不能 啊本身不能 所以这个呢是 应该这样来说 是吧 啊内部环境 他不能或者是不能直接来防止 啊本身 他不是可以 来防止 这个 和纠正的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和认定层次的重大出发的 有效的内部环境可以降低5B的风险 这是吧 财务外表层次的风险可能源于 内部环境 存在的缺陷 这是对的啊 所以呢 错误的是 内部环境本身不能直接防止 看到吗 本身不能直接防止 和发现 纠正各类交易账户余额 披露认定层次重大出发风险 但可能 影响内部控制体系 其他要素中的 控制的有效性 包括影响什么 影响这个控制活动等等啊 注册官司在评估重大出发风险时 应当将内部环境 连同其他内部控制要素产生的影响 一并考虑 如果认为背景那外的内部环境薄落 则很难认定 某一流程 的控制是有效的 所以呢 如果内部控制环境薄落 那我们 认为他是什么 他 这个 可能影响的是 报表层次的重大出发风险 所以说在财务外表层次 重大出发风险 可能源于 内部控内部环境存在的 缺陷 下列有关了解内部控制的 表述中 正确的有 内部控制只能对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提供合理保证 而不能提供绝对保证 这是对的吧 他是内部控制局限性 在了解财务内部控制时 可实施重新执行程序 重新执行程序 我们的了解内部控制程序 不包括重新执行程序 重新执行 是 做控制测试程序 了解内部控制程序是什么 回归回忆一下 询问观察检查 和穿行测试 和穿行测试 所以呢 这个表述呢 他是不对的 整理层面的控制 包括管理层 包括对管理层临加于内部控制是上的控制 和信息测试一般控制 通常在所有业务活动中普遍存在 他说通常啊 通常 是吧 啊 这是呢 正确的这教材里面的一个原话啊 整体层面的控制 包括 对管理层 临加于内部控制是上的这一种控制 以及 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 通常在所有业务活动中普遍存在 这句话呢 你要知道 我们后面呢 在讲 5b 在讲5b的时候 管理层临加于内部控制是上的 啊 这种呢 风险呢 在每个单位都可能存在 所以呢 企业他应该在整体层面的控制 整体层面控制的时候 啊就要呢 要针对这个管理层临加于控制是上的 这样的风险来设计这样的控制 包括一般控制 在所有业务活动中普遍存在 这是通常啊 假设背起来外没有信息系统 他有没有 信息技术一般控制啊 他是没有的 所以他说通常 在所有业务活动中普遍存在 这个他是对的 注册官司应当了解 与控制目标相关的每项 控制活动吗 啊 我说了解内部控制是必须的 并不表明 与每一个控制目标相关的每项控制活动 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了解与每个认定相关的 所有的 控制活动 你与这个认定相关的 他的关键性控制 啊我们了解 啊就可以了对他了解 如果准备信赖我们对他进行测试 所以呢不是说 要了解控制目标相关的每项控制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与这个控制目标相关的一项控制 我们了解就可以了 所以呢这个 选项D呢他是错误的 这个观点要注意啊 重新执行是控制测试 中执行的升级程序 他不容易了解内部控制 这是讲的重新执行程序 而我们讲的穿性测试 从业务的开始到结束 我们采用的是什么 询问观察 检查 这个程序 那 看呢我们记录的内部控制 跟我们所了解的 这个内部控制是不是一致的 那就是穿性测试 而重新执行 是看这个业务 我们注册过来就在重新执行 一遍 看跟背景那块重新执行的结果有没有差别 那看他的什么 内部控制运行效果怎么样 所以他是不用于了解内部控制的 如果多项控制活动 能够实现同一目标 注册观察 是 不必了解与该控制目标相关的每项控制活动 这是这个观点呢我们刚才说你要注意啊 这是了解内部控制 我们不需要了解与这个认定相关的所有的 控制活动 也就是说与该目标相关的每项控制活动 再来看控制活动 也才会编制相关的控制 活动的要素中控制可能与下列事项相关 你只要看控制活动包括什么 包括五个方面的 5个方面的授权与审批啊 你看授权与审批 调节 实际上的这数据的调节 验证 验证是这项目的一些比较 这是数据的比较 数据的比较 项目的比较 实物 和逻辑控制 这主要是财产安全控制 职责分离 这五个方面 那风险评估呢 不包括在里面 这是一道呢 很 基本的概念性的一个记忆的体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控制活动的要素 或者控制活动 这个要素 包括哪些活动 批准 调节与验证 实物 或逻辑控制 啊职责分离 把它记住 就可以了 下列各项控制活动中 属于检查性控制的有 检查性控制它是有一种什么 啊我们控制有预防性控制 检查性控制 检查性控制是一种事后的控制 他就是 用来发现 或者是吗 纠正 你的错报的一种控制 定期编制银行存款有个调节表 并 追查调节项目的 异常的项目 定期编制银行存款有个调节表 他就属于一种检查性控制 他事后的 是一种事后的 是吧 你 出现错误之后他能够发现出来 能够纠正这种错报的 所以他属于检查性控制 对接触计算机程序和数据的文档 设置访问和修改的权限 这属于预防啊 这是预防性控制 这是预防性控制 是不是 这是预防的 是一种事前的控制 财务人员每个季度符合应收账款待放余额并找出原因 你符合他有待放余额的明细帐里面有待放余额的 你要找出原因 这是一种什么检查性控制 财务总监 符合 阅读毛利率的合理性 你是 阅读完了之后 来看毛利率是否合理 不合理要找出原因 这是一种检查性控制 所以呢 啊 检查性控制是ABD 选项B呢是一种预防性控制 二种検害 有一种检查性控制 有检查的 我了解 两种検害 有检查性控制 你放置了